在麦寮乡长补选的部分 民众党白银也有推出自己的人选 可是在虎伟镇长的补选 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名候选人 那么柯文哲说要挺国民党征召的林嘉宏 那这个就跟蔡碧如不一样 蔡碧如支持的是无党籍的候选人黄美瑶 那这一段就主要是在直播节目上 江和树就问说碧如姐有去六清吗 蔡碧如就说你们秘书长下令 说严禁蔡碧如去麦寮 然后说我去才有票 然后江和树说他不知道你在那边吃得很开 耕耘很久吗 碧如姐说现在攻击我去支持黄美瑶 我有跟地方党部报备 是周渔修没有 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都不跟地方党部讲 江和树说他不是一直以来都这样 蔡碧如讲这就是选举失败的原因 现在你的小草在攻击我 我要写一封公开信 请周渔修出来讲话 当时周渔修说他爱支持这个他在蔡碧如 他爱支持谁就支持谁 周渔修有这么笨吗 我倒觉得他是故意的 等开会碰到他我要来问个清楚 好那周渔修就说没有啦没有啦 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是从来都没有的事情 那柯文哲怎么说 他说党中央没决策前 是个人行为支持黄美瑶这件事 党中央决定之后就跟党中央 相信蔡碧如不会再跟黄美瑶站台 他说这一定是有误会 全党支持一个人都不够了 怎么会叫谁不要来 这种事不用意气用事 这事又闹大了 不是啊我跟各位讲 我把选举跟柯文哲的行为 你要拆开来看 就是说柯文哲跑去卖聊 Longestate这个行为 跟选举本身其实他是没有直接关联性的 他不是就要辅选吗 你不要误会了 我先讲选举 来第一个胡伟 胡伟为什么要辅选是因为丁学忠选上 丁学忠他以前就是胡伟政长 那以前他在胡伟叫做化水的党党 因为青菜都赢真的满票 很多 各位赢到爆 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柯文哲 为什么要支持林家宏 为什么柯文哲 没有提自己人选 绝对选不赢 没可能 所以在胡伟政是因为黄美瑶 跟林家宏 两个人 你知道遇到张龙卫都是什么 都兄弟啦 张家军内战 因为美党的大家知道他最喜欢狗兄弟 每个人都兄弟啦 朋友满天下兄弟满天下兄弟姐妹满天下 所以对你来讲为什么国民党会内战 或者张家内战 因为你在云林这个地方其实只有两种 没有蓝绿 就你看你姓张还姓孰结束了 你是张家的人马还是孰家的人马 这样子而已 就这么单纯 所以你看为什么包括黄美瑶跟林家宏 这两个人都是张家的人 这就是张家内战 各位这也不是蓝营内战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 为什么柯文哲最后选边站全部都压怨林家宏 说没有要跟你讲 因为他比较好的人选 跟那个国民党没有关系 挺的放屁 才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是张家挺的人选 所以他在这边选择这条路嘛 那你说他不对 宇轩他卖聊为什么要提自己人 卖聊是谁的大本营 卖聊是苏智芬的大本营嘛 我就跟我讲一个故事嘛 是不是看到其中有一个姓许的 一大堆姓许的 许刘斌 许志豪 许中复对不对 许中复是何许人也 当初就是苏智芬 叫这个钱卖聊乡长 叫他退选 那时候给了一个蔡常坤 各位你知道这件事情离谱在哪里吗 本来是许中复是一定会当选的 那蔡常坤是没有人要选的 就两个人也不知道私下怎么瞧 瞧一瞧之后反正是苏智芬的意思嘛 对不对 这都听苏智芬的话嘛 反正最后许中复退选了 退选之后地方就大炸锅 想说你搞得真笑 因为蔡常坤变同额竞选 就一个人选举 一票也当选 所以当时废票的票数 比他得票还多 这种怪事嘛一堆废票嘛 废票联盟 所以各位啊为什么现在 你说都三个都绿的 理由很简单嘛 因为这边本来以前就是 我们讲苏智芬阿诺 阿诺以前的地盘 而这个地盘随着阿诺倒台 所以国民党找了一个叫许智豪的 偶尔获得更正 张家找了一个叫许智豪 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其实跟来率没有关系 所以变成是三绿再一百嘛 那柯文哲为什么敢在这边提名 他觉得有机会嘛 他的思考他根本不了解 谁是谁啦 你问他许智 我讲各位不相信你现在拿许智豪 许刘斌 许中复三个人照片放在前面说 谁是谁请柯文哲填答 他我跟你讲他搞不好填错 这么离谱 给我们大家填都会填错 没啥地方行政制人物 大家都不熟嘛 所以对他来讲他只看到说 这个有机会那我来喇吵 就这样子马上跑来喇吵啊 喇吵然后说我再丢一个人下来 零一礼 但我跟你讲各位张家跟柯文哲的关系是这样 不要搞错了 张荣卫为什么会跟柯文哲好 是因为他很欣赏柯文哲 不是嘛是因为当初他女儿张家俊 因为要拿到一席不分区 而那个时候利用一个杠杆 那个杠杆叫做郭台铭嘛 他是因为郭台铭的关系才跟柯文哲稍有联系嘛 才牵涨线嘛 那如今郭台铭还在吗 不在啦红海骨架一直涨而已啦 郭台铭已经不在了嘛 郭台铭没有在阵堂上出现嘛 他跟他这些关系当然淡薄嘛 柯文哲会不会尝试想要去找 张家抖内 我给你保证绝对会的 这不用看七八九成不离十嘛 肯定会嘛那请问张家还需不需要柯文哲 现在的张家还需不需要柯文哲 不需要了 所以那个是当时时空废景 你说丁学忠因为那时候要请进全朝之力 所以对于张家而言 第一要务丁学忠要给我选上 所以可以跟你柯文哲稍微容纳这个敌人 但在总统大选的票上 我根本就不管 这就是我容纳你的方式啊 总统大选我跟各位在讲 地方上绝对这样讲 我给你告诉你没关系啦 所以就开出来你说为什么柯文哲票那么高是这样啊 但请问今天局面是这样吗 不是耶 今天是火车对撞耶 林伊里明摆的就是要来跟 张家做拉扯 那你说拉扯之后那请问一下 双边还有什么利基还有什么关系可以 就不要吃豆腐 不要一直在那边说你跟米充多好多好 还要吃人的豆腐 这样不好 再来最后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讲跟直播没有关系 柯文哲直播他只是为了舞台跟流量 还有一件事情台北人受不了他 每天在盯立法案的事情盯到大家快烦死了 所以叫他赶快去南部嘛 想办法我外派嘛 就当柯文哲直接下去把他 就叫出去出差啊不要再留在台北烧好大家 叫他去这边的时候 请问一下他真正关心的到底是 地方上林伊里的选情 我跟我讲柯文哲跟林伊里搞不好更不熟 到底他的选情还是柯文哲自己的流量 他是要找舞台做直播的嘛他有角色扮演 他入境扮演角色叫做我是云林辅选员 我要请进全党资金去辅选 所以各位才会出现这种直播的时候 只有柯文哲在C位 这个是不是C位 然后只有柯文哲 对 那千万姐我跟你讲 我在跟你讲一个更悲催的事实 怎么样 柯文哲这几天连续一直跟林伊里直播 就流量都很不尽理想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只有柯文哲支持者跑来 跑来我的这个直播里面骂 说你看吧笑死人了 你谈这种旧战因为我昨天我好意嘛 谈那些无名英雄花蕾英雄没有谈政治 不多啦 流量真的不好 2万而已啦 就不好 然后他们就笑着 你看没有柯文哲流量就2万 就我刚才点开柯文哲直播一看 我吓死人了 我跟你讲 不要跟林伊里一起直播 欠慧钱差有多少人 1.5万1.8万 笑死人 只有1.5万1.8万 丢脸死了 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跑去那边出外景 花了一大堆钱 就搞一个直播 流量还这么烂 你磕完之后 薄薄起来了啦 过气网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伙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